其实根据了解 我们本来都以为2月20号 这个已经离职的次长王安邦 有约谈了谢怡荣 以为是跟霸凌有关 不过这个内容曝光了之后发现 跟霸凌案无关 因为这是消息人士指出 2月王安邦接获议员成情 就说你们部里 有一个同仁送礼送很大要注意 所以才会找谢怡荣 问了一下送礼的事情 不过当时王安邦 已经被拔掉督导牢发什么业务 这个部分其实是不归他管的 其实他所以因为有议员关切 他也才了解一下 因此没有做成了书面留下记录 跟现在风向说 王安邦握有霸凌相关陈情信 完全是不同的事情 这个部分我等会要讲一下 因为许明春感觉起来 不是这样讲的 他是说当时都没有网上承报 感觉起来好像霸凌这件事情 某部分是不是要甩锅给王安邦 不过回到送礼的这个部分 对 传言不少 董哥 对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所有这一波 对各种 不管是谣言 或者是传言 那就出来 出来就可以看到民营党里面 他们对这个是非常在意的 马上有人出来 比如说黄毅东他们就出来 替他澄清 对 那他们是希望这把火不要再烧上去 但是你如果观察台湾 譬如说我们自己在做媒体 我们台湾这些绿色的媒体 做柯文哲大概做了快两个月了 每天晚上 即使台风都已经前台湾方架了 台风也还在做柯文哲 来做柯文哲 我就很睡 可是现在 你看他们就出来了 你知道李以强是哪个派系吗 勇言会 勇言会那时候好不容易 因为勇言会要在新北 新北是苏贞昌的大本营 他们党内出选打败苏贞昌 然后后来当选 所以李以强是一个新科医员 那时候何卑山第一个想到说 要怎么让何以强不要 不要让他讲话 他想到是何柯文 何柯文也是他们 勇言会的老大哥 对不对 然后他又当过新北的主委 现在是党的副秘书长 所以就想说你去牵牵他 所以他就这个过程了 那你现在看所有电视台 打现在 谢怡隆这事件 既然不是其他台 就是勇言会的大本营 就是我们隔壁 大家讲都很清楚 那他们打得特别厉害 然后还把相关人 找过来加码 所以你今天看到 其实借着谢怡隆这个事件 在党内他是派系 反而在野党国民党 或这些人还没有那么大的动作 反而他党内的派系自己 攻得非常厉害 对 那过去新潮流在党内 分享最多之言 新潮流他分很多体系 赖清德 上一届为什么 凭什么敢跟蔡英文 校正 说我要来 我要来选总统 你不要再选 你就做这一届 凭什么 他认为我有新潮流 我是新潮流金孙 那你现在 2018年你现在选得这么烂 国民党哪下 那台湾22线是哪下15席 那你做的太差了嘛 所以他就辞职 他说我行政院长副职 可是我要选总统 那凭什么 因为我是新潮流嘛 新潮流施老师最清楚 南流北流中流 那当然新潮流没有实际的掌门人 但他实际 里面最大尾的就是陈吉 因为他的背份过 你知道新潮流那时候怎么出来 我新闻跑比较久了 民国六四年 那时候郭雨昕在宜蘭选 宜蘭那时候跟新北是一个选区 那郭雨昕是宜蘭的大佬 审议会 等于说获得党外很多人士支持 那他那时候想选 他那时候在当审议员 他找学校刚刚毕业的陈吉 五专 四星五专 因为我们自己宜蘭人 陈吉之三星嘛 然后找来做秘书 所以他下去选立委的时候 很多人去帮他 这些人就包括邱毅人 吴乃人 民国六四年 各位朋友 那后来声势非常大 哇 那时候党外杂志 每天都报郭雨昕不得了 郭大炮来了 结果后来漏弦 输给谁 输给自由时报的 林隆山 林隆山虽然用五党籍 但是获得国民党全力支持 所以这批支持的人很气 他们认为说你就是汇险 他们就上街头 后来这批人就变成新潮流 那他就是以前在我们跑新闻的时候 他跟美丽岛是对的 是等于说党内在两个拍戏 美丽岛就是有公职 有很多人在当名利代表 当议员 当什么公职 那新潮流就标榜 我不要进入国民党的公职体系 所以你们是吃 兔子吃欧边朝 我们是昂首的公鸡 所以鸡兔不能同龙 各位如果知道鸡兔同龙的故事 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那今天新潮流 他有这样的拍戏 可是新潮流又有分南流北流 那我们后来看 因为那时候赖总统 那时候他就觉得 我一定要获得陈吉的潜力支持 所以他就跑去找陈吉 刚刚施老师有讲出那个过程 那陈吉他跟他 他说吉姐我要选总统 你会不会挺我 他说会挺你 没问题 让自己先调理我们对不对 后来送陈吉上车的时候 他又再问一次 吉姐 因为陈吉那时候是总统府秘书长 蔡英文的秘书 吉姐你真的会挺我吗 哎呀三八三十不停 你要挺谁 就是这句话 让赖金德吃一下定心丸 结果整个南流没有 南流照讲 除了高雄除了台南 台南当然这边的新潮流是挺赖金德 没有问题 因为都熔络了 自己在这边当市长那么久 可是高雄的南流是没有 所以南流在南部还是比较复杂 那北流呢 北流郑文燦全力挺蔡英文 有倒戈 对 那当然北流最主要是郑文燦跟段怡康 大家都很清楚 中流是蔡其昌立法院副院长 然后还有立锦翔嘛 那他们一定有人去活动 让他们挺蔡英文 所以研判应该是郑文燦 那郑文燦获得蔡英文的喜欢就是在这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当这个选举一出来以后 赖清德什么都没有 他只剩下台南那几个新潮流挺他 所有人全部挺蔡英文 这是他心中的通 那这一次的 这一次大家看谢宜荣这个事件 他其实党内的那个就开始出来了 这个是不是就把陈吉把他搞一下 因为陈吉除了在监察院好像平常不讲话 其实劳动部就是他一直在把持嘛 那个喜传胜 喜传胜我也认识 他过去陈吉在社会台北市社会级的时候 是他的新妇 喜传胜是也百合了 那这些人你就可以看到 那他们过去新潮流这一派是很凶悍的时候 是跟谢宜 谢宜就是勇言会的前身 所以这一批人现在你看到 他们骂起民进党的这个 这个集系的这些新潮流的这些人 很凶 很凶啊 而且找出非常多的人来作证 然后你看到了 所以我们看了好像变成我们 我们都是集外人 他们才是集内人 陈吉的集他们都是集内人 然后在搞这一课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哇 民进党实在有过厉害 他们借着一个全民愤怒的社会事件 他们在搞自己拍戏的斗争 这个就很 活脱脱的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 陈吉在这回事的时候 他很多人要出来替他辩论的时候 都觉得有些信息 但是大家总希望集结出来讲个话吧 没有 他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敷屏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黑XRoyal Face 黑XRoyal Face